而在大陆流行的还有单萌的羊驼 成为宠物体验管理的大明星 而大陆当地有牧场专门来饲养羊驼 一年能卖出一千只 创造上一台币的生机 而且羊驼的毛跟羊驼在生技领域的应用 也会成为山西高原上的软黄金 几只羊驼在购物商场里散步 模样超级可爱 不少大人小孩立刻成为铁粉 经常每周就会过来一次 因为这种羊驼这种动物家里 一般也没发养 在其他地方也接触不到 所以每周花点钱过来看看他们 其实也是挺划算的 一般只要休息有时间就会过来 只要和小动物接触接触 他也很高兴 顾客口中很划算的羊驼体验 让业者收入直线上升 笑得喝不聋嘴 我们猫咪博物馆之前是只有猫咪 它的门票是59元 一位 后来以后我们就引进了这个神兽羊驼 羊驼引进来以后呢 我们这个门票是增至了118元每位 羊驼引进来以后 我们这个人流量不减散分了 这些呆猛的动物进驻 动物体验馆 一天收入就有两三万人民币 现在业者在中国大陆 20家连锁店都有草泥骂来吸引顾客上门 营业额有明显的提升 像是我们暑期来说 我们有羊驼在店里面作为萌虫展示的话 互动效果很好 营业额基本上我们是单日的话 这些毛茸茸的羊驼却不是飘洋过海的稀客 而是山西太原当地的牧场养殖出来 年轻的牧场负责人在欧洲留学的时候 就对这种动物一见钟情 我一摸这个羊驼 哇 那个毛真的好软好软 然后有一种回了家的感觉 快走快走快走 跑快跑快跑快跑 回到老家当时才刚大学毕业的邓欣 就决定从澳洲引进这种动物 开始当起上百只羊驼的妈妈 我别吐 别吐 谢谢 谢谢 我就给你收拾 我 哎呀 还真吐我一脸 这就是咱们羊驼的攻击手段 就是吐你一口 把它的胃里边那个草莫都给你吐出来 牧场现在一年能卖出上千只羊驼 市场价值超过1.2亿台币 还不是只有观赏价值 高级的羊驼毛1公斤最多可以卖到7000块台币 被称为高原上的软黄金 这个羊驼你看它的毛是非常多的 它一年能产4到6公斤的毛 像这个羊驼毛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它毛是中空的嘛 然后做这个被子填充物非常合适 也可以做围巾呀 做咱们的女士大衣呀 然后做西服面料呀 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些高档的防身物品 羊驼也是生计医疗的希望 专家甚至在羊驼体内发现有奈米抗体 可以对抗新冠肺炎 它呢就比较稳定 然后呢也比较容易穿透咱们的血脑壁垒 现在做很多靶巷药物呀 就是爱生食堂的靶巷药物呀 一年大概也就是两三百万的这么一个收入 七年来牧场扩大到饲养两千只羊驼 更带动周边农民种植羊驼使用的牧草 能让当地小村庄一年就获得超过台币 八百万的分红 成为中国大陆知名的羊驼小镇 区别新闻总报道